我们把那个刚刚部分 特别注意Input Box这个 另外的话我们主要是criteria 所以你录制完之后你可以看一下 这个criteria1 这边之后是1 也会有2 那什么时候会有2 其实主要你录制的时候呢 你可以看一下 这边就会有一个所谓的那个 录制的 我这刚刚卡住的地方 我把它切回来 那记得就是最后一定要把它取消筛选一下 特别至于如果说呢 他什么时候会有1 什么时候主要是根据这个 如果你文字筛选 假设你上面是 放的资料是文字的话 你会发现这边会出现文字筛选 如果是这边的话会是数字筛选 这边的话呢会是日期筛选 他很聪明他会知道你放什么样的资料 那如果是文字的话呢 什么时候会有两个以上的这个筛选条件 比如说包含 这个等于有没有 等于的话是你里面的字要一模一样 那一般会 假设文字通常是包含 包含的话就是用万用字眼 前后会有一个百分比符号 不管开头是什么 不管是 比如说你今天假设了你打个小好了 他用包含 他会自动在这个地方 帮你加一个星号 小什么 有没有 用包含的话 那因为会有且 或的话 所以会有一个以上的条件 所以你可能 第1个是小 第2个的话 等于 比如说里面包含 什么 小密 假设 那这边的话就有 quartier 1 quartier 2 就是第1个条件 第2个条件 而且他还有分成 所谓的 这个联集跟交集 所以会有不同的 那录下来 其实回去 可能回去有时间自己在录录看 不同的东西 录下来的结果 也会有不相同 所以他将来的话 会在这个地方 会产生变化 还有就是说那个 Field 指的是第几栏 3个的话 指的A B C 刚好是什么 刚好是 业务这一栏 OK 所以第3栏 当然如果说你将来 不需要重新录制的话 你可以修改什么 比如说我要查产业别 你就把Field 改成4 就可以了 所以栏位的变动 所以有的东西 不需要重新录制 你只要去修改 你已经写好的程式 就可以了 那主要架构 第2个就是说 如果你在筛选 它有时候 那个按钮会变形 所以 这个变形 你要预防 它按钮变形 你可以按右键 控制 控制项的格式 里面有个摘要资讯 大小位置 不随 储存格 改变 这边选这个 就可以了 因为 不过我发现 2013以后的版本 好像这个问题 就没有发生了 反正2010以前的版本 它因为你的筛选 会把那个什么 蓝宽变小 所以会变一条线 好 目前好像看起来 这个没有发生了 如果将来你遇到 有这样的状况 记得就是 格式上面 变动一下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刚刚有提过 有这个 因变形 所以这边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云端白板里面的说明 这边有 大小位置 不随 储存格改变 接下来的话 如何将那个 筛选改为 关键字 其实就我刚刚讲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包含 刚刚是直接打勾了 打勾的话 它就是等号 如果包含的话 那 特别注意 它里面有哪一些 的 改变 原来的话是 我刚跟各位讲 小 有没有 前后你会发现 它帮你加什么 等于 有没有 等于 start 后面再加个start 所以如果说你要把这个地方 改成 那个 所谓的 关键字查询的话 那记得 也是一样 你要在 原来加一个x 有没有 我们本来好像直接加一个x 你变成说你要加这个 加一个 等于start and 后面还要再加个start 不管前面是什么 也不管后面是什么 那就会自动 帮你 避开 就是自动帮你把那个有关键字的东西找出来 那其他的话呢 刚刚有还有提到就是有关那个 房呆 第1个房呆是所谓的 如何防止 查询的那个名称已经存在而产生错误 所以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比如说我今天 房呆1 这地方 假设我把这一段 干脆我 一样我刚刚讲过 筛选业务 Ctrl C 再来呢 把它Ctrl V 贴上一个 然后呢 我们就是 再把这个加上一个底线 也许我们这个改成什么 改成房呆好了 多这两个字 就是 那总共呢 可能会有几种可能的房呆 情况 我这边有大概抓了几个 第1个有三种 第1个就是 一样的名称的产生错误 第2个的话呢 如果没有填写资料的话 假如他直接按确定 他没填东西 第3个就是说呢 如果 查没有结果 查没有结果 你当然跳出没结果就好了 你就不需要怎么样 还帮他新增工作表 里面没放东西 那不是怪怪的 所以可能想到的会有这三种 房呆 那我们怎么样针对第1个做房呆 然后把这一段 也许 那你要注意一下 就是说呢 什么时候去做房呆的判断 那第1个就是说 当他输入 一个关键字之后 那我要先去check一下 所以我要怎么check呢 首先第1个 我们先forI等于第2个工作表 到最后的工作表 做什么呢 先把每一个工作表的名称 先抓出来 看一下有没有跟什么呢 跟那个 x是相等的 有没有 如果相等的话呢 那我就把它删掉 所以特别重要 这个我想 把这个 先写这样 最后记得 要is is for 跳离回圈 为什么要is is for 因为已经找到 不会有第2个 OK 所以呢 当你不写这个 他只是 会继续找 浪费一点时间而已 并不会影响 好来看一下 基本上 比如说我要找小 把中段点放这边 找一下 小咪 找到了 按个确定 这边有的 刚刚会卡住 现在呢 还是卡住 为什么因为 那个什么 我们这个 这个地方 应该要增加一个那个 筛选取消 这个按钮部分 这个我刚有把它改了一个版本 所以这个应该怎么 指定这个房呆的 小咪 这个时候的话 这个小咪找到了 然后呢 我们来防止 所以呢 我从第2个 一直比对 到最后一个 所以 第1个是不是 不是 换下一个 第2个的名字 是不是小咪 第2个名字 刚好 应该是第3个 因为for i的意思 是不是 是 好接下来的话 把它delete掉 delete掉很简单 就是什么 续着i 点delete就好了 OK 不过会有个问题 什么 它会跳这个 跳这个讯息 这个讯息的话 就是一个叫alert 这个alert 就是 它会一直跳 不过还好是因为 这边只有3一个 可是如果你会 批字3的话 它会一直跳 一直跳 那这很麻烦 你一直按 一直按 所以如果你要 批字3 逐100个 你一直按 100个 才会全部删完 所以这个地方 当然你会想说 那老师可不可以把它关掉 比较3了之后呢 还跳出来 那这样 如果你要把它关掉 很简单 其实跟前面的逻辑一样 什么了 Application 又是它 我讲过了 因为它是老大 它是这里面的最大 Application 所以这是Excel 里面的Application 点什么呢 显示那个alert 显示的话是什么 Displace 所以DIS alert就是那个东西 alert OK 那你就把这个点两下 关掉的话 等于什么 等于Force 但是你最后呢 把这个回 就关完之后 它删完 记得 再把它打开 所以你可以把这一行 把它复制到底下 当它怎么样呢 已经删完之后呢 记得吧 再把它打开 这样就OK了 所以基本上呢 把它全部 执行过 它又重新 查一遍了 新的 不过如果我再把它执行 如果这个时候小咪的话 你会发现 它就是 这边 刚刚会跳alern OK 现在会不会跳呢 现在基本上 把它执行 你会发现 那那个alern就不会 不会跳出来了 OK 这也是蛮重要的 Dispressalern 请各位试一下 那个防呆 一 如何 就是如果有一些 就是一样的名称的话 那我们会需要怎么样 先检查一下 所以呢 这边一样 跑一个回圈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写法 跟前面的那个 检查 那个日期 是否相同 检查 是不是一个日期格式的写法 完全一模一样 有没有 for i 等于第2个工作表 到最后的工作表 帮我什么呢 如果 它的名称 跟x 一样的话 那我就把什么呢 把那个工作表给删掉 所以其实写法 写来写去都差不多 所以第1个 如果 防呆1 就是 假如有一样的名称的话 那你就帮我把它删掉 好 好